高耸壮观的金字塔前 人类显得渺小 这是拥有4500年历史的 埃及吉萨大金字塔 在公元前2560年建造 目前高度约139公尺 是古代七大奇景中最后被发现 也是唯一保存良好的奇景 日前埃及古迹最高委员会表示 科学家利用宇宙射线成像技术 在金字塔内侦测到一条未完工 长约9公尺宽2.1公尺的秘密通道 推测可能是为了重新分配 金字塔结构重量而建 或是通往另一个 尚未被发现的内饰或空间 权威科学期刊自然发表文章指出 内饰镜头深入金字塔石头间缝隙中 可以看到密道内部的影像 这将有助于了解金字塔的结构 以及密道前石灰岩山墙结构的用途 过去考古学家也曾在吉萨大金字塔的 国王墓室顶端发现到五个内饰 埃及古迹最高委员会表示 也许法老的墓室不止一个 庄社综合报道